大家好,我是原有C卡特 歡迎大家收看今天3月13日的《梅日情報》 今天就是4.5版本更新了,因為是原神 不知道你們這刻可能還在做什麼 其實版本更新,我本來也不算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但我不多說太多的東西 宣傳話先說,有關於《崩潰》2.1版本的前瞻 提醒大家3月16日的晚上7點半,星期六 到時候也會有自選月卡,大家可以抽 大家也記得關注本頻道最新的動態 接下來會開台 前瞻轉播,在直播開始之前的30分鐘 即是7點就會開始 流明連結也提了一個小時,在6點半開放 大家也要留意時間,就可以去填這裏的流明描迫 今天的內容會跟大家說說有關於千職的抽卡圓 也會說說有關於《荒龍一斗》的抽卡建議 說來說去,原來我發現還差點《荒龍一斗》的抽卡建議還沒說 所以我今天也會介紹一下,趁機會 然後也會為大家帶來 《馬門》的最新情報 有關於新地圖的東西 不知道是他這次,第二次介紹 記得3月5日的時候有一個介紹嗎 這次又再介紹一次 當然是更新的,所以原有滿意也謹慎觀看 在開始今天的每日情報之前 希望大家記得,如果還沒按訂閱的話 快點按訂閱 還有記得按鈴鐺 以後每逢我出片或者生日通知的時候 都會第一時間感通知大家 再喜歡所有原有們 抽卡順利 勾氣滿滿 小寶弟 佈歪 以及十連三金 首先要介紹一下抽卡順利 是時候又要介紹一個抽卡地點 之前有一個傳統 每次的角色推出的時候 我都會介紹一下抽卡順利 特意去燈一下這個地方 看看大家是不是真的在這個地方抽中的遷跡 之前也試過,我會燈中自己 在這個地方一定抽不到 我覺得很奇怪 不知道今次有沒有燈中 抽卡地點,千職 大家可能去哪個地方抽呢 或者抽之前做些什麼呢 我可能今天都跟大家說 類類的說,其實沒說太多 因為我覺得千職的抽卡順利 我都沒什麼特別要說 當然,必須強調 這個只不過是玄學來的 不是科學 不是說100%就會生效 不是說我之後來講這個地方 大家一定會100%抽中 始終要看回大家的勾系 如果大家本身是歐洲人的話 就算我不要說這些地方 你求任何一個地方抽 都一定抽多 不關什麼歐文的意思 這只不過是玄學的東西 大家千萬不要當真 首先這個地方 我比較推薦千職屋之前 為什麼呢? 因為千職本人就是在這個地方工作 如果你們有以娘娘或封丹莊的靈華 可以裝備這些角色 前往這個地方抽 大家知道 以娘娘或封丹莊的靈華 可能你以一個拜託 去裁醫或什麼都好 那個新科的目的就是找你千職 雖然千職應該很樂意接見大家 大家有玩之前4.5.3 那麼劇場之前千職都很樂意接待不同的客人 當然你不要特意說是搞事 如果你搞事的話一定抽不到 之前PV就知道 千職就特意踢走到很多鬧事的客人 第二個地方我比較推薦 就是盜棲城的雪攤 為什麼我比較推薦你的地方 其實因為千職 其實他有說的 就是他比較喜歡 就是他故鄉的一個點心 就是賭妻的點心 那自然在這個地方 應該都是會比較容易吸引 雖然我個人認為 不是很推薦大家 在封丹以外的地方抽千職 因為千職本來是在封丹 不在賭妻 那你在賭妻就基本上找不到他 如果大家在這個地方抽Y的話 很大可能是因為 這個千職就沒有回來 是有什麼原因的 並不是說是一定是 100%在這個地方抽到 對不對 最後追完原有滿 抽到千職 最重要就是勾氣滿滿 就算大家不找我代抽也好 大家都是努力點 抽到自己想要的角色 最好就是這樣 不要說歪 最重要就是這件事 接下來就講講有關於 就是荒龍一斗 我叫斗志哥的一個抽卡建議 這裡當中有些問題 包括新手一抽 老玩家寶寶命族 以及四段版本氣味道香 傳統環節 都是會講迫克角色 在當今版本的環境 有看過之前四段版本的抽卡建議 原有滿 應該都知道 其實一斗的背影價值 跟千職差不多 因為岩係角 始終都是一些比較 比較浪漫的元素 角色 所以一斗志哥的抽卡建議 相對來說沒有任何元素 角色那麼高 這裡我就做一個詳細分析 以及抽卡建議 首先就是 新手原有滿足一抽 其實我就這麼說 一斗在深淵表演 其實我覺得都不差 你說配合隊友的增傷 打出來的傷害 其實可以應付 對第十二層的環境 但問題就是 他的一個能力 只是限於特定爆滿的深淵 才會發揮到有效水準 其他情況 其實我個人認為相對來說 比較一般 即是你想想 其實在大世界環境 都比較 不是太過理想 即是 即是說 他的條件 必須有一個好好的裝備 以及隊友的搭配 如果不是 其實基本上一斗 我個人認為的作用性 就不算很高 除非你打算破金去抽泥佐 如果不是的話 基本上都很難打出 強力的輸出 這樣 如果是新手的話 我就不推薦抽 因為他的培養成本比較高 他其實是好食隊友和裝備 如果你不給他 即是五浪 只要一斗的話 很難打出出 很理想的輸出 而且在大世界的作用 其實也不及其他角色 你想想 他除了慘說 基本上是 不知道怎樣的樣子 即是他沒有其他角色 那麼實用性 那麼大 對 對 對 然後也跟大家回顧一下 就是關於一斗的命座 一命的話 就是開Q的話 他那個所謂的亂神之怪力的疊塵 效率沒有了一步提高 而兩命的話 就是 依據他隊伍的一個岩角的數量 就會降低他Q的人的CG時間 並且回復一定的元素能量 這個我覺得沒什麼特別 四命的話 就是他Q的人的狀態之下 全隊會加20%的高力和防禦力 我個人認為這個命座沒什麼用 而六命的話 就是 他的重擊的暴擊傷害 就會加了70% 那麼 施展這個突發重擊 即是 那個荒龍的加薩的時候 就會有50%的機會 就不會好層數 即是那樣的話 不斷地重擊 如果他運氣好的話 就不會好層數 就是這樣打 就這樣打 不會停 那抽血的建議方面 其實就是 我個人的關鍵命座 一命和六命 一命的話 可以加發疊塵 令到一斗 更容易打到輸出 其實這個是我個人認為 比較推薦寶 又或者 如果你有錢的話 可以抽滿命 滿命的話 其實我之前也試過 他的傷害 就是非常可怕 即是打一下重擊 可以打幾萬的傷害 而且 有可能可以做到 不打斷 他也要重擊 就是 就是可以打 不知多少下 我試過 最高可以連續打 十幾二十下 都不斷 誇張 真的 總之就是 滿命一斗 基本上 強到是非常厲害的 但是前提 你要抽滿 如果不是的話 你不要說這些 然後就是 當今版本 能否吃到香 其實我個人認為 比較保守 較為一般 在岩系前進來講 在PVE的情況下 相對來說 比較保守 比起其他屬性來說 就不算有利於環境出現 就業空間也不太穩定 也有可能 因為其他主師的數字膨脹 而被爆金幣 其實一斗 很明顯的例子 比起拿維亞 炮金幣 還有 大家知道 主師有退環境的可能性 一斗 也是兩年前推出的角色 現在 味道香 其實我都覺得 比較一般般 對不對 如果原有門 還是培養一斗的話 最終決定抽 到底用什麼裝備 在這裡為大家組合參考 武器方面 赤角 不用說 專武 如果有錢的話可以抽一把 如果沒有錢的話 可以選擇換一把尼屈劍 這個是幾人武器 這個是幾人武器 然後就是白影劍 斷塑武器 也可以 加防月字條 而成龍方面 其實現在可以用回星套 或者華館套也可以 或者運搭 華館獵人 回星套也可以 然後 然後 治條方面 防禦 防岩暴 對 不用說防岩暴 副治條方面 就是以被暴擊為主 然後就是防禦為主 這樣一個副治條 然後 就突破素材方面 大家留意一下 就會用到鬼陋蟲 然後 這個 哇 這個 流血狼Boss 那個學官 要打一個Boss 大家知道嗎 要打這個素材 這樣 而至於他的天賦 升級方面 會用到封雅書 大家留意一下 封雅書 然後就是女士修本的素材 最後 都會跟大家講講 有關於 4.6版本的相關 新地圖的情報 沒錯 昨天開始 就開始 陸陸爆了 關於未來版本的浪容 在這裡 先為到 新地圖的情報 開個好看 之後 都陸陸說 在香港未來的4.6版本的情報 首先就是 新地圖 其實已經爆出來了 那 它的地區的名字叫做 麥諾斯托伊區 據文說 原來4.6版本 它只開了一個島嶼 就是 周圍都是開 一個島嶼 島嶼上面 有一個小鎮 這個小鎮就是 一個 佩不知什麼鎮 就是 阿扎維爾故鄉 這個地方叫做 哇 大佬 一個地方就是開個島嶼 可能 人們就說 會不會太過小 或者太過 太過 放水 完全沒有了 但其實 後面 原來我發現 其實並非如此 因為 4.6版本 還會實裝一個 獨立秘圖 而這個地圖 我估計 應該就是 水下遺跡 雷木里亞 地區名 亦被罵是 舊日之開 類似於 淵夏宮 或者 塵岩巨淵 地下礦區 都會有獨立地圖 不知道 會不會 復刻 水下版的 塵岩礦區 即是 裡面玩的 超暗 希望 裡面是 超美 什麼都好 可以潛水 我個人認為 都很期待 還有 到時候 新增了一個 40體Boss 如果 突破 是要打他的 這個Boss 目前來說 不知道是什麼 但他的外觀 有點像 大家 有看那些 復島 有些 魔藍石像 類似 魔藍石像 說真的 要打 什麼都不知道 但要打石像 我也有意思 順帶一提 就是 4.6版本 不是說要打個周本 後來 這個程度爆料 這個周本 是要打雙多 伯仁 看來 之前我預料過 其實周本 是要打這個伯仁 不知道大家 你們期不期待 其實我自己本人 都非常期待 享受一下 什麼叫做 被父親去鞭打 那種感覺 是開玩笑 還是玩一下 當然 有龜伯仁 有機會再跟大家說 所以說 以上就是 有歸於今天 3月13日 每日情報的所有 的路 希望今天的留言 沒有參考 也不妨忘記 CSL 如果有任何疑問 都很歡迎下面提出問題 好 就這麼多 今天每日情報就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